此前汪小菲要求道歉为果,委托律师控告大S经纪人廖伟奇涉嫌妨害名誉。 今日台北地检署首度传唤双方开庭,汪小菲并未出现,简由律师代表出庭。 廖伟霆则在庭后笑笑地向记者表示开庭非常顺利。 据悉,自从汪小菲和大S离婚后屡登上新闻版面。 此前汪小菲在直播间连线时直言不想跟大S撕破脸, 但是她的律师一直在挑拨我们俩关系。 不管怎么样,那是我前妻,我不会放下她。 事后,大S经纪人回应,请汪小菲先生别一边诋毁西元一边示爱, 利用公众媒体以爱之名,烟造不实。 随后,汪小菲通过律师发出四点声明,并希望大S经纪人于三日内公开道歉。 今日,检察官通知双方当事人一起出庭。 汪小菲委由律师代表出席,廖伟奇在律师陪同下应讯。 开庭结束后,廖伟奇表示开庭过程顺利。 对于汪小菲是否坚持要她道歉等问题。